本日園主席 各位基隆的鄉親朋友 大家好 還有在網路上觀看直播的全國同胞們 大家好 三天後就要投票了 過去采灣也舉辦了七次的總統大選 過去每次投票都沒有像這一次 讓老百姓在腦袋裡面真的要想很久 我還記得說 過去以前在選總統的時候 那些開計程車的 都會跟我們講說 還想做總統也一樣 我還不是一樣開計程車 不過這一次投票的時候 我知道大部分的台灣人民內心會想很多事情 就是說 到底我們台灣何去何從 我們要選一個什麼樣的總統 或是我們要決定一個什麼樣的歷史方向 當然從去年12月25號 我卸任台北市長以後 我短暫的回台大醫院去辦理退休 所以是2月1號以後正式退休以後 就一直在台灣各地在走動 我到各地去看 也拜訪了各行各業 當然各個族群也去跟人家聊天 當然最多我還是很多 很常去大學 跟這些 大學生去座談 或是演講 我就有個很深的感觸 像我們那個立法院的總召 邱成元 他就把他 蓋掛起來 他說目前年輕人最大的問題就是 事不宜沒有 什麼叫事不宜沒有 找不到好的工作 其實我們是這樣 真正問題是低薪 你要隨便找工作當然是有 問題要薪水太低 所以第一個是找不到好的工作 第二個是買不起房子 第三個當然就不敢結婚了 那更不敢生小孩 所以這個叫事不 找不到好工作 買不起房子 不敢結婚不敢生職 那 這還不是最嚴重 最嚴重的是沒有希望 所以叫事不宜沒有 那我是48年次的 在我年輕的時候你知道 那時候只要認真讀書 或者說認真工作 他這樣台灣這個社會是很有機會成功的 所以那個社會是台灣錢他不敢 但是你看一看 我們現在的年輕人你知道 大學地分工作你知道 就叫大學畢業地分工作 有多少人他的薪水是少於三萬塊的 百分比蠻高的 那 你要叫現在一個年輕人說 去買房子 那更困難了 所以在我們那個年代 一個年輕人付費成功 是看他有沒有努力 現在你知道 一個年輕人會不會成功 是看他爸爸是誰 那很不幸的你知道 台灣的確是 目前有個現象就是說 有錢人生的小孩子還是有錢 窮人生的小孩子 還是沒有辦法翻身 這個東西其實也不用 去講太多 你用數字看你就知道 台灣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 跟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 那個比例越來越高 所以的確 台灣的確是貧富全數越來越厲害 越來越厲害 另外一個是只要看台灣大學 那些新生你知道 他們在戶籍的分布 就很清楚 大部分還是集中在這種北部的縣市 你看 你要去找到 要不是繁星計畫 那會更嚴重 所以我說108課綱你知道 那對台灣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本來教育是一個 讓窮人翻身最後的機會 可是很不幸的 在108課綱之後 你知道 我們台灣的教育 的確在這個方面失去了功能 意思就是說 我們目前的這種升學制度 你知道 讓窮人的小孩子 根本就更沒有機會 所以這是我們要去處理的問題 那成何幾時你知道 我們過去讀的書 你知道 或是我們相信的東西 慢慢的在這個社會 變得好像越來越奇怪 我隨便講一個 我們對貪污的看法 我常常問一些人說 你對貪污 為什麼好像忍受性很高 所以他跟我回答說 貪污我不要貪太多就好 我說什麼狗屁理論 還有人跟我講說 貪污有做事就好 你想想看 貪污 講了一句話 我說 不會貪污的 等一下 夠平動 要平靜動 其實這一句話 是一個很令人悲傷的事情 就是說 台灣怎麼會淋落到 不貪污變成是優點 它不是一個應該很正常的事嗎 怎麼會是這樣呢 還有啦 我們說社會要公平正義 隨便講一個 在座各位 你真的相信司法是公平的嗎 在台灣 這就是問題 司法是國家最後一道防線 它也是被人民信任 所以為什麼這個國家講的話 你知道 政府講的話 老百姓都不太相信 昨天那個 所謂飛彈或者是衛星的問題 就典型的例子 當政府出來解釋 老百姓還在想說 這個會不會是 這個就是要賣芒果乾 有一大堆想法 他不會想說 這個也許政府真的不小心 流程上有問題 所以失去了一個 一個政府為什麼搞到 變成人民都不信任 這也是個問題 其實要跟大家講 道德勇氣這一句話是錯言 你知道為什麼嗎 在我們這個社會 要做有道德的事 竟然需要勇氣 天啊 這不是很自然的事嗎 難道我們做一件有道德的事情 還需要有勇氣 所以從剛才講到現在 不管是我們期待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 我們期待是一個不貪污的政府 我們期待一個說 講話人民會相信的政府 怎麼會變得這麼困難呢 這道理問題是出在哪裡 那 其實在我們這個時代 我們說什麼 五缺你知道 去年就是 我們那個2023年 台灣的民眾 要選一個年度的代表式 結果突然選出來是缺 缺水缺電缺工缺地缺人才 那去年還有缺雞蛋缺豬肉缺 反正疫情期間還有缺快篩缺疫苗 所以連衛生紙都會缺 這實在是很奇怪 這個缺你知道 問題是五缺你知道 五缺第一次被提出來是 賴清德在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結果都已經 差不多六年後的今天 還是五缺 所以我們台灣 我們還需要再去發現問題嗎 不用 問題在哪裡大家都知道 我們需要有人去解釋問題嗎 也不用 反正講一大堆有什麼用 我們需要解決問題的人 不過民進黨最厲害是什麼 他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反正你提出問題 他就把你解決掉 那問題就沒有 太離譜了 這個是這樣 他解決掉那些提出問題的人 大概說法都一樣 就是 中共同路人 我說台灣哪有那麼多中共同路人 那 今天來到基隆 我要跟大家講 其實政治就是解決人民每天 面臨的生活 其實基隆的問題 就是那幾樣 第一他地方沒有產業 所以大家全部跑到 你們大概一天 那時候 我最早在當市長的時候 我們有很詳細的資料是說 基隆人大概有 那時候是七萬五 就是說 每天要去台北市上班 所以七萬五 所以我們當 當然現在有人說 看你計算的話 如果你只要人愛區 你再算下去 可以到十一萬 整個大概 基隆這個地區 是大概七萬五 因為我們有那個 公車的那個 數量 所以不管怎麼樣 基隆市大概一天有七萬五到十一萬人 要到 離開 家裡很遠的地方去上班 這個問題難道是今天才知道的嗎 很久了 我要跟大家講 我跟民進黨開始吵架 就是為了基隆輕軌 其實你想想看 政府當然不可能不做錯事情 這我也知道 政府也有時候會想錯幹什麼 但是政府更重要 政府要有認錯的能力 而不要硬傲規則 基隆輕軌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 還有一點 政治還是要有長期的計畫 理性復食科學 我們這個叫基隆河谷的交通整合計畫 台鐵的優化 或者是輕軌 或者這邊捷運 還是那個高速公路的優化 或者那個北優直鐵 北優高鐵 其實它有很多問題 有很多解決的方案 那每個方案到底哪一個是最好的 這個是科學的問題 可是很不幸的 你知道 我發現我們今天台灣政治上就是這樣 我們沒有長期計畫 我們只有最近一次選舉 這個就是我當時去彰化去看 我們去年不是缺蛋嗎 缺蛋 其實缺蛋是為什麼 因為生蛋的雞少掉 為什麼生蛋的雞少掉 因為情流感死一大堆 所以你看看政府當時 他連可發5.6億去補助那個雞蛋的進口 我跟你講 如果我有5.6億 你知道 我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應該是把那個彰化那些地帶 養雞腸現代化 你知道為什麼會情流感 你知道 因為那個養雞腸是開放空間 所以一隻感染的鳥飛進來 一感染下去 整個基設全部死光光 那所以人家現代化的基設 你知道 它是一個密封的 它跟外界 它是中央空調 要送飼料 要把那個大便搭出來 它全部都自動化 一個基礎 你知道 現代化的基設 你知道 至少要花3000萬 然後同樣一隻雞 你知道 在日本一年生300個蛋 在台灣要生200個蛋 為什麼 很簡單 因為開放空間 你裡面那個沒有辦法 那個溫度沒有辦法一定 所以 冬天很冷的時候 那個雞就 就不太會長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知道 政府為什麼寧可花5.6億 去補助 它不要去改建基設 很簡單 你想想看 三天後就要投票了 你蓋一個機車要多久 所以後來我們就輪圍 全部都是大傻幣 就是都不想解決問題 缺什麼就補你錢 所以缺雞蛋 補助5.6億 缺豬肉 每公斤補助6塊 去從國外進口 然後 那個 鳳梨遇到大陸封殺 再補助10億 還有一點 未來十年 台灣有四十家大學要倒閉 他也沒有解決 乾脆就私立大學的學生 每人一年補助3萬5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政府 全部都是短期操作 你缺什麼 我給你補助一下 缺什麼補助一下 在疫情期間 你知道 我們台灣 台灣政府 在疫情期間做哪些事情 一開始是三倍券 第二年是五倍券 第三年是補助6千塊 我問你 給你三千塊、五千塊、六千塊 對台灣的產業結構有沒有改變 沒有 新加坡利用產業時間 整個國家進行數位轉型 台北市當然我有做大數據中心 有做了一些 但是放到整個國家來看 其實我們沒有做長遠的規劃 所以在疫情期間 像印度這種13億人口的國家 他發電子身份證 你想想看 如果我們每一個國民 他是電子身份證 那個身份證就是悠遊卡 他是記名卡 每個人都開個電子帳戶 然後每個人那個手機 他是個實名字的手機 你想想看 如果我們今天是實名字手機 你知道 投票哪裡是問題 直接在手機上面就可以投票了 你要知道 台北市政府 目前的公文 99.85是電子公文 所以台北市的公務員 是用手機在批公文 手機批公文 其實沒有 當然可以講說 這個誰都幫他代屁 其實這不是問題 不管是刷臉刷指紋 再加那個ID password 其實這個沒有問題 後來有一次人家跟我說 全世界依法最撤離的國家是愛沙尼亞 愛沙尼亞的數位系統 聽說是台灣去做的 所以也就是說 你知道 台灣什麼技術都有 可是我們的政府都永遠就是 短線短線操作 沒有去解決長期的問題 這個是為什麼會這樣 你知道 我還記得2014年 我第一次要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我有去走過一次大甲媽祖遶境 我從那個大甲一直走到新港 那新港有個叫新港文教基金會 他們有叫我去 反正我去講話 我在牆壁上有留下幾個字 我說從政不難 找回良心而已 後來2019年 我2018年連任成功 2019年 我就去走了一次 我就走到新港文教基金 我看著牆壁上的字 我就寫了一句話 我說 執政不難 莫忘初衷 其實要跟大家講 執政不難 找回良心而已 我還記得我曾經在演講 有講過一句話 我說如果一個醫生 一個人 他對另外一個人類的痛苦 不會再感到不安的時候 其實他不適合當醫生 你知道我們當醫生 有時候當久會麻痺 就是說 醫生當久了 看到病人在哀哀叫 你知道 在痛苦的時候 他已經無所謂 沒有感覺 如果有一天你這樣的話 你已經不適合當這個醫生 因為醫生是要幫助病人 他對另外一個人類的痛苦 他應該有感受 所以要去幫他 你知道 其實同樣的 你知道 當政治人物 你知道 如果他對老百姓的痛苦 他已經無所謂了 其實他已經不適合當政治人物 這就是為什麼 你知道 我在去年 在那個疫情期間 你知道 我為什麼會跟那個陳時中 會這樣對答 你知道 我很難理解 為了高端要賺一點小錢 你知道 在疫情已經爆發的狀態下 竟然擋DNT進來 我跟你講 如果是平常在賺賺小錢 就算了 你要貪負貪點小錢 你為了要賺那一點點小錢 在疫情已經爆發的狀態下 還在擋DNT要富航高端 然後讓台灣這樣死了一萬多人 又死了很多人 這個就是問題在哪裡 難道你當政治人物 你知道 你怎麼會連這種最基本的良心都不見 這也是我很驚訝的地方 你知道 所以 從政不難 找回良心而已 然後執政也不難 莫忘初衷 就是說你在做當中 你知道 你還是可以維持你原來的樣子 我可以舉出很多例子 你知道 那個 中央與地方財政收支發文法 這是最典型的例子 民進黨在上任之前 你知道 林全自己來找 他說那個 他覺得應該修中央與地方財政收支發文法 我說沒問題 該修就修 他說這個對你們台北市不利 我說 我說 只要公平就好 可是民進黨執政到現在都快要八年了 中央與地方財政收支發文法 他也是沒有修 這個就是一個例子 你知道 權力使人腐化 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化 因為他還沒執政的時候 他每天都在抗議說 這個錢很多都中央在發的 在分 有一天他執政的時候 他突然發現 這個錢是我在發的 他就不肯改了 所以我這個地方跟大家講 其實我們要相信制度 不要相信個人 所以台灣現在要是建立一套 長期的制度 所以大家也不要幻想說 我們什麼事都不做 這個國家會改變 所以大家想想看 因為我知道今天大家會在做很安靜的聽 你知道 大部分都是屬於那種比較理性的一個選民 我們來想想看 三天後的這場選舉 在台灣將來的歷史上 它的意義是什麼 我要跟大家講 它是一個新政治新文化跟舊勢力的差別 我只問你一個題目 現在固然有超過65%民意 需要把民進黨拉下來 但是如果你把民進黨拉下來 換國民黨上去 你覺得台灣社會會改變嗎 不會 不會 大概還是那個樣子 所以 這就是說我們這樣選舉 你知道 到底台灣是要走向一個新政治新文化 還是停留在過去30年 那種藍綠惡鬥的泥道裡面繼續下去 這是大家去思考的 所以我希望說 大家想想看 我們是要用青年勤政愛民愛鄉土 還是你要口號自國貪污腐敗 這就是 其實我跟你講青年勤政愛鄉土 這七個字是在民進黨中央黨部 會議室的牆壁上的七個字 我每次都說 你們那個七個字 實現的是柯文哲 不是你們民進黨 你現在會把民進黨跟青年勤政合在一起想嗎 不會 我要跟大家講 請大家去想想看 你知道 我們到底是要選擇一個理性務實科學 還是一個意識形態掛帥 意識形態掛帥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2025非核家園 你明明就做不到 你何必 你現在全部都 時間到不管 要把核電廠關掉 問題是台灣的電就是 那個風電跟光電它還沒 還沒佈置完成 你把它停掉 這個電不夠怎麼辦 難道真的 那就缺電 所以你到時候真的要用愛發電嗎 不可能 所以我就很驚訝 怎麼會做一個政治上的人物 腦袋完全都僵化掉 所以你看看 其實我跟你講 我現在才知道意識形態對台灣人民的傷害 你看看賴清德 在電視辯論會 他就很清楚的露出馬腳 他說中華民國 他說不曉得是對台灣是個什麼和平的保障還是災難 我就抓他說 你說中華民國是災難 他馬上 我在當場問他的時候他沒有回答 然後結束以後 他在這個叫 結束後的記者會 他說我剛才講錯了 不是中華民國 是中華民國憲法 我說這是浩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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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離譜了 不是 這個就是有一句話 你不要從一個坑爬出來再掉進另外一個坑 其實從這件事情 我就看出幾個問題 第一 一般來講 像我們記者會 我們開那個辯論會完 然後馬上那個 我們一下來 幕僚就跟你說 你剛才哪個地方講錯 我們要怎麼回答 我們現在出去記者會應該要怎麼反應 這才是標準作法 中華民國他說 我講錯了 可惡 我在講中華民國憲法 我就心裡面在想說 你的幕僚有那麼笨嗎 不可能 所以這個就是有問題 政府不是不會犯錯 有可能 還是會有可能犯錯 但是犯錯了說他怎麼連改正的能力都沒有 這才是我最驚訝的地方 我也認為 不是我跟你講 這表示說要嘛他的 其實我非常清楚 民進黨的幕僚 絕對比我的幕僚還好 因為他的 我跟你講 因為他成立三十年的政黨 不是不是 不要懷疑 你知道為什麼 我跟你講 沒有沒有我跟你講 民進黨幾十年的政黨 你知道 他的智庫一定比我的智庫大 左衛那個 這表示什麼 不是 這表示什麼 你知道 重點不是說 你有沒有那個人才 重點那個人才你沒辦法有效的使用 所以我也非常清楚 你知道 我要跟大家講 我跟賴清德同時遇到兩個問題 他是違建 我是那個買農地的問題 結果的幕僚說 很簡單 那個 那個水泥掉 水泥地敲掉 恢復農業用地 然後 你該罰錢什麼 就那個 我一開始想說 那個 我買來的時候 就長那個樣子 為什麼一定要這樣 但是我跟你講 我的幕僚講的話 我會聽 所以我就 農地拆掉 那個 租給遊覽車 那個錢 我收租金 我就交給那個 新竹市社會局 然後我那個 理論上 賺了那個錢應該繳稅 看缺多少 就是把它繳掉 然後我也跟他們講說 我這一塊地 我會賣 賣 賣回去 我只到時候算一算 你知道 加上利息 這樣就好了 我這一塊地就 不要再給人家說我們在草地 這一塊地我就把它儲穩掉 這個就是要講什麼你知道 我們要相信 眾人的智慧會超越個人的智慧 因為一個人沒有那麼厲害 不管你多聰明你知道 你要聽大家的意見 然後去做 其實從那個賴清德尾見 我就知道這個人執政很危險 為什麼你知道 難道他的幕僚沒有跟他講說 不是 他的幕僚一定跟他講說那個要拆掉 他就是不聽 他不是禮服 他這個叫什麼 他就是 不是 他就是什麼 執政的傲慢 他想說我就是這樣 我現在民調最高了 你想怎樣 我還是會選上 他就是他的心態 所以 我要跟大家講 我們要讓藍綠學會對人民謙卑 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 這第一點 所以 台灣不是民進黨的專利 台灣是全體台灣人民的 同樣的 國旗也不是國民黨的專利 國旗也是全體台灣人民的 我跟大家講 我從舞台上看下去 你知道 我們那個旗子 有紅色的國旗 也有那個 我們那個叫Tiffany Blue 那個藍 Tiffany Blue就是那個藍色跟綠色混合那個顏色 你想想看 國民黨的藍子 那個藍玉 一片紅 我說這個實在太血腥了 然後民進黨的藍子 就一片綠 可是你想想看 在台灣民眾黨的藍子 它可以讓兩種顏色並存 這就是我們要的 我也知道 仇恨是政治動員最有效的工具 可是我們一定要讓台灣陷入這種分裂 我希望台灣是一個社會和諧的國家 而不是一個分裂仇恨的國家 所以我常常說 我們從這個場子就可以知道說 台灣民眾黨 它的基本的理念跟民進黨國民黨是不一樣 所以說我今天我最大的期望 但是我們也不要幻想說 一天就可以改變這個國家 但是你更不要幻想 你什麼事都不做 這個國家會改變 所以我們的方法很簡單 對的事情做 不對的不要做 認真做 講完了就這麼簡單 有人問我說 真的這麼簡單嗎 我說這不容易 你看看現在民進黨 對的不做 不對的一直做 很懶惰 所以我跟你講 對的事情做 不對的不要做 認真做 沒有你想像那麼簡單 你知道 他常常都是對的事情不管做 不對一直做 後來很懶惰 所以這樣 我要誠懇的跟大家講 其實2024 我們需要選什麼樣的總統 你知道 他就是認真 從最基本的開始 不要貪污 這基本條件 再來認真工作 再來意識型態不要太強 然後就是一按部就班 有那種長期計畫 那就可以一步一步 把我們國家面對的問題解決 其實那種缺水缺電缺工缺地缺人才 我也認為他不是一天兩天可以解決 但是也沒有理由 過了五六年還是沒有解決 如果我們有長期計畫 每一個問題說 這個問題要怎麼解決 把方案寫出來 那每一條就開始去執行 弄個幾年下來還是可以解決掉 所以要跟大家講 第一步的是這樣 我希望說我們一起努力 改變就會成真 還有一個 我們一起努力 我們可以留下一個更好的桃園給下一代 這就是我們要努力的目標 所以 這次選舉真正的目標 我們要把國家迎回來 再重新交還給人民 所以 一無反顧 拼一切 真的 一無反顧 拼一切 相信美好台灣 會在我們手中實現 好 謝謝大家 謝謝